导演马丁·坎贝尔曾指导过007系列中007之黄金之眼 007大战皇家赌场及佐罗的面具等商业片 早已享誉好莱坞 不过墙中更有墙中手 一山还有一山高的是 两大国宝级影帝的主演 影坛大哥成龙由他主演的电影 不但创下全球票房已超过200亿 更是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华人 真不愧是大哥 63岁的他再战好莱坞 英伦对决可以说是魏波先火 最近的口碑与势头 可以说是齐头并进 双双叫好 引得众多一线明星 李一峰 王俊凯 杨幂 刘烨等等 纷纷为大哥打空 史上最强007皮尔斯 布鲁斯南 超强卡斯阵容 功夫之王 vs特攻之王 两大男神颠覆以往角色的光心里正面 来一场龙争虎斗的双雄对决 另外 欢乐送礼 正常女精英刘涛 不计形象花上老年装 饰演关于明的红颜知己林宝仪 他用一份女人的力量 用一份女人的支持来守护着关于明 给这部激进澎湃的男人戏 带来一丝温情的暖色 此次 大哥一反平常心笑怒骂的喜剧路线 改头换面 以悲弃面貌诗人 饰演一名老年失孤者 关于明 而布鲁斯南则出演一个 在办公室里运筹帷幄的双民政客 莱姆·汉尼斯 打过越战 当过特种兵的关于明 早已脸近锋芒 与女儿在伦敦 过上相依为命的小生活 可是 好景不常在 悲从中来的是 遇上突如其来的街头恐怖袭击 摧毁了这种小缺性的生活 关于明与女儿天人永隔 政府方面 对这次的爆炸案 态度暧昧不明 让承受着失去至亲之动的 关于明不平则明 屡次去求见关键人物 政府高官汉尼斯 拜托对方 给他提供线索 可都遭到了拒绝 作为一个经历丧女之动的父亲 他只想要一个女儿死亡的真相 可现状却是他处处奉命 得到的解释 均是粉饰太平的谎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